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五 首先跟大家说声sorry啊 好几个月没更新视频了 因为我本身是从事这个艺术品交易的 今年的我们的市场是怎么说出奇的火爆 大量的新玩家呀 新藏家入场 所以我也是到处东保西店的 一直没时间钓鱼 现在是进入十月了 进入十月以后稍微节奏慢下来一点 今天给自己放了一天的假 现在等这个日落 等太阳落上以后呢 我们一会去甩两杆过过眼 今天的天气有一点偏凉 然后湖面上 风速是14今天 然后湖面上还不错 没什么浪 有几艘小船 不过我只是想过过夜啊 随便甩两杆 我今天我们就不开船了 就在码头上随便甩两杆 玩一玩就好了 我们今天先试试看看 能不能钓一只半只的这个 crappy啊 从去年和前年的经养来看呢 现在是10月5号 概率已经很低了 那我们试一下 用这个tube 试一下 试一下 中文字幕终制作人 刚才用那个耳钓了会儿好像不太好使今天 我们试一下这个 这个是眼睛是3D的 然后在晚上在那个黑暗的环境中 更明显是鱼来说 然后R我们也换一个这个Mr.Crappy 这个 有时候可能等太阳完全落 过下去 预情会稍微好一点 第一条滑测 第一条滑测 叫了到现在有20来分钟了 20多分钟了 第一条滑测 尺寸确实有点小 但是今年因为好久没吃鱼了 先暂时把它留下 一会儿看能不能钓得更大的 三个月 三個月 三个月 每年这9月份我们传统项目就是铁锅炖大鹅 然后篝火钓花策 今年是也没时间打猎 也没时间钓鱼了 一会我们可以点着篝火 天还是有点凉 点着火会暖和一点 太阳完全落了 我们点篝火 我们点凉 第二条 我真太阳一落山 这鱼精就好了 其他鱼我就放了 但是实在花侧 我是实在是难以削舍 太喜欢吃花侧了 上了一条大嘴 但是我们只要装饭 就把你放了吧 小酸飞食 小酸飞食 糟糕 外边实在太冷了 我们撤了 刚才是莲丸再吊一共是两个小时 战果按这个季节来说的话还算不错 不正经鱼咱就不说了 正经鱼的话掉了三条花侧 然后一条很小的大嘴 把花侧留下吧 好那这回咱们就这样 下回再见拜拜 拜拜 好